早安 歡迎收看今早的EJ Market 3號封球 幼稚園和部份學生 今天都不用上學 好像說晚一點 就會掛8號封球 9月飛箱 10月打兩次封 兩次都是8號 前後一個星期都不夠 看看會不會有黑雨、紅雨、黃雨 一次過推出來了 昨天我覺得過市 好像大家很興奮 但我覺得有一個指標是一般的 就是北水 我們很多時看到撈底時 市會大反彈時 北水是洶湧 即是70億、90億 但昨天只有20億 他們很卻步 所以我覺得這次科技股的反彈 有可能已經完結到未定 再加上我們早前都提醒大家 只要有一個很小的利好消息 那些餓了很久的科技股 就像Sumbie一樣 就會撲出來咬科技股 特別是9.88 也可能會有沽空、平倉 所以這一招 到底是餓得太久 跌得太多的反彈 還是真正的轉勢 我自己覺得像是反彈居多 我們看看昨晚美股的情況 昨晚美股都是跌一些 道指跌了250點 其中留意的是比特幣上到57,000美元 而油價就再升 80元好像還未要卻步 昨天上升到80.52 高位見過82元的樓上 至於油價升幅 之前也和大家提過 油價升、天然氣價又升 天然氣價又令到油價升 總之互相推升價格 接下來也是冬季 聽說今年的冬天也會很冷 另外其旅昨晚也反彈了 上到2008年以來的最高 看看今早外圍的情況 三大指數期貨 今早市前延續昨天的弱勢 跌了一點 至於黑期現在跌了三百多點 昨天我們全日升了多少 四百多點 今早就吐三分之二 看看是否真的開成這樣 北水昨天是20億 最多淨流入是15億 賣騰訊 另外招行 昨天招行也OK 昨天有2億淨流入 國售有1.9億 美團1.8億 平保有1.8億 安搭也終於有了 安搭和里寧有幾千萬 至於淨沽出的大額有隻東岳 超過6億 中國電力有1億 若名生物有1億 1.811 和中海油都是淨沽出的 市去到藍色的50天線 今年2萬5千4 有機會要休息一下 一來債息都還是比較高 大家觀望著 下個月到底聯儲局會怎樣行 雖然昨天 上個星期的數據 就業情況的新增職位也挺差 是否真的會有機會再延後 還是加快 我覺得這頗不明朗 其實債息還是處於比較高的水平 還有一個滯脹問題 能源價格現在真的很貴 會怎樣影響環球的供應鏈 這個都要留意 所以我們可能又炒回一兩天 那個利好來自美團的利好因素之後 又無以為計 下回到哪裏 有機會10天線 現在就踏住了24,600 亦都是我們最低的藍色的橫線 有機會回到那裏的水平 至於是否會示範 之前23,000多 我們要逐步看看 如果加息速度太快 又不是加息是債息的加幅 是太快 又或者大家突然很恐慌 對於能源方的恐慌越來越大 可能都會影響問題 或者全球供應鏈 生產鏈 疫情 都還有很多負面因素 至於A股昨天都跌得多 深圳創業版指數跌了超過1% 北水一般的 淨流入20億 但是大股成交有1,600億 我覺得唯一的解釋 就是可能北水 天賣 他們不過夜 就變成沒什麼淨流入 也不是很大額的淨流出 變成天賣 炒完就算了 散了 今天再看 就不是一個很趨勢性的市況 不是我們投資者覺得 非買不可或非拿過東西不可 延續會有幾天的升浪 如果市場上比較大部分的人 都在玩日常運動的話 那些升勢就不會很持續 可能會更加 恒指我們看有可能要回調一點 至於昨天帶動大股的3690 看一看 今天回回2.4 不是回得很多 就算它回 其實也有一條100天線 大概260元 也有個不錯的支持 它真的升穿了下港通道的頂部 技術走勢正在改善 9988 今天又回去了 所以我們不是說 下港通道的頂部就算了 就是170元 昨天的高位就是170.5元 說我都要賺自己這個下港通道 我們說這裡跌穿了下港通道一點 有機會反彈 就是升到下港通道的頂部 現在要下多少呢 我就不猜它會去下港通道的底部 因為去到底部 就是會去右穿底 但是回到中間也少不免 今早市前跌了5.8 跌幅有3% 另外昨天也升得多 譬如說京東是9618都可以的 升了5% 今早回回少許 京東健康66.8 昨天升8% 今天也回回少許 但這些都是紅燈之中 所以就不是說一些很長渣的對象 今早快手又再跌回3% 但它彈得來 它仍然在走下港通道 所以不准反彈都是那一句 反彈的前底就不要穿 反彈到你升一兩成 這些可能會多一點 反彈那一刻以低位計 又不是你買入價計 有可能一兩成都未定 我們之前都提醒 但上星期已經說了 以九九八八為例 如果反彈的話 大概你升兩成 一些都不奇怪 譬如如果你捉得中 上星期真的 例如140 140上到170都差不多兩成 都挺OK的 資源股最近都是延續挫的情況 旅呢 我們看到旗旅又升上去 幾年以來高位 今天中國旅業升了1.7%的市前 昨天那個299升得挺不錯的 升了7% 今早上升近2% 但其實金股 應該說金價 其實都17多幾 不是太大的上落 所以它可能有其他因素 它本身自己用了60億 就買了加國鯉鹽商 這個我真是抱歉 加國是不是加拿大 那鯉的鹽 是不是礦尼還是什麼呢 這五個字 完全是很多想像空間 加國是不是加拿大的意思呢 那鯉是不是生產電池的那隻鯉呢 鹽是吃的鹽還是怎樣 真是不知道 我看看有沒有詳細的新聞 進軍鯉礦業 哦 真的哦 真是李哦 李那個李哦 即是禁封李業那個李 金字寶那個 那真是加國 即是加拿大 其實為什麼不寫加拿大呢 那它用6.5加元的每股價錢 去到收購這個 這個字都應該是李的公司名 就涉及9.6億的加址 那現在它做了你了 那會不會說 令到那個 股值是另一件事呢 即是你做一些傳統基本金屬 似乎現在 特別是金 又不是市場的焦點 因為金價實在都不是很升到 那還要是現在在加息週期 下年開始的話 即是或者市場不是那麼低息的話 其實黃金進一步的吸引力 似乎又是欠奉了 昨天聯想因為不回A股 不回A股上市 那就跌成1.3 今早早就是反彈了一點 升了1.8% 通常這些是比較一次性的 但是它不再跌下去 也不等於會收復之前下跌的失地 另外信譽光學要看一看 它公佈了9月份的手機鏡頭出貨量 是按年跌2成 按月是升5% 但是按年跌這麼多 亦都是大家擔心 晶片是否有問題 或者下游的客人是否減少需求 今早估計跌了3% 我們看到之前的2018跌成這樣 所以手機設備股兩隻都不好碰 另外1478看另一隻鏡頭 優泰其實都是上星期才破完低位 它在9月頭攝像頭無組出貨 銷售量是按年升1.5% 它好像好一點 但是如果整個行業大環境都是不利的話 而它的耳價能力 拿貨的能力都不方會 比起信譽來說不會特別強的話 我覺得都不直撥 燈號是4顆紅燈長線的沽售信號 175 9月份的總銷量是10萬 按年少1成8 按月升1成8 它因為上個月超差的銷售 整個1至9月份計 達到全年銷量目標的六成 現在已經截至9月 只剩下11、12只剩下3個月 只剩下六成 今早市前不算動得太緊要 低開1毫子 另外一隻長器 9月銷量10萬架 按年跌1成半 今早市前 今早是低開2毫子 489 東風 9月的銷量按年跌2成4 今早市前 今早都是平開的 1211看了 今早低開接近2% 我們看看今早行指開市 有沒有跟外為跌那麼多 回到2萬5的樓下 24,995點開的 跌了329點 阿里巴巴吐出來了 回到160元 跌了4.5% 騰訊跌1.8% 京東健康跌3.7% 永領澳門沒有升跌 友邦跌1.4% 靖榮沒有升跌 啟明是靠穩升0.9% 美團跌1.5% 健康跌0.7% 李寧開始是沒有升跌的 好 暫時就這樣 我們繼續留意AJMarkets的報導 我們明天的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 不知道明天有沒有 看看有沒有 拜拜